高总 资认请 袁总 高总到了 小和 你先去忙别的吧 不错呀 满血复活了 你怎么来了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瞧我这脑子 我给忘了 正好啊 我也想问问你 进度怎么样了 情绪不高啊 最近没休息好 心理压力别那么大 这事没你想的那么难 怎么可能不难 做这种事的又不是你 对 当初缺钱的可是你 老高 咱们别用这种手段 行吗 以你现在的人脉和实力 完全可以和陆兴和 好好包围手腕 没必要 做这种偷雀摸狗的事 你这是在教我 怎么做生意啊 你这是在教我怎么做生意啊 还是教我怎么做人呢 都不是 我只是建议 其实 我昨天好好想过了 还有一种思路 你现在完全可以和陆兴和联手 我来搭桥 我现在已经能和他说上话了 你相信我 这绝对是一件双赢的事 你要清楚一点 你拿了我的钱 那咱俩 就是老板跟顾元的关系 对吗 只有我说你做的份 别给我什么剑 你也在生意圈儿混了这一段时间了 这逢场做戏对你来说有那么难吗 你以前玩的不是铁溜的吗 那是以前 怎么 真爱上那小警察了 爱上也无妨啊 别让他知道不就行了 我当然不能让他知道 可我实在是 良心上过不去 哎呦 妹妹啊 咱就别聊良心这么高大上的事儿了 面对现实吧 鉴于你今天的状态 我觉得我得给你提提要求 这件事儿不能这么无限期地拖下去 一周之内 必须把它做好 老高 你别逼我行吗 一周 听清楚了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